妳這樣子對這個 妳在唱的時候 後面的同學都在搖頭啊 我覺得這跟職業歌手 沒什麼兩樣 謝謝 太棒了 謝謝 professional 志炫老師 我覺得可喜的是 在跟當時比賽的 那個情形來講 妳對聲音的控制力 多了一些不一樣的穩定 而且我覺得在那個 尖奏的時候 妳沒有在唱的那個時候 一樣沒有冷場 謝謝 我要訪問一下我們的鼓手 黃大瑋老師 我可以全部都 我可以踩 我可以踩 對 我看妳已經 剛剛在一直打鼓了 跟著節奏在搖擺了 對 我沒有話講 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呢 這個剛剛的小胖老師呢 這個說妳怎麼可以回來 大家這樣看到 剛剛的兩分鐘 會以為說 他就是都沒有變嗎 就這樣子嗎 然後就來了嗎 其實他的故事很多 我們先看他能不能回來 請評審按燈 小葉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21、23、23、25、26、27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兩位老師給了滿分 其他老師都給了 五分的高分 來走一下伸展台 跟大家揮揮手 來 最幸出爐的環球小姐 葉瑋婷 拿到了27分的高分 我剛剛說他後面很多故事不知道 大家難道以為這邊散會了 就回去 妳不錯啊 妳也有主持節目嘛 妳還當阿蜜特的合音 不錯啊 不錯啊 難道只有這樣嗎 其實很多個日子喔 包括當我剛剛講前面很多選手 沒有被注意的時候 他要怎麼過得去 人家問那妳有沒有要發片啊 妳不是第三名啊 那時候那個機車什麼債都還了嘛 對 然後咧 怎麼沒有發片 我跟你講光是這種鄰居啊 家人 親朋好友 或路人的一句話 對他們來說壓力都很大 然後呢 再來 其實 其實曾經有一陣子也是非常低潮 對 因為 其實那時候 公司對我的安排就是希望我多上課 多學一點東西 那其實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好 而且我可以學很多 我以前沒有學過的東西 那種醉醉醉的方式去學習 也充實自己 可是那時候因為比較少 在螢光幕上面出現 有的時候可能是傷眼 但是有的朋友知道 有的朋友不知道 那不知道的朋友 比如說親戚 就連很好的朋友 有時候都會打電話說 妳可以退出演藝圈啦 都沒有妳的消息 然後 親戚比較不知道狀況的 然後都會跟家人講說 女兒 也還好嘛 就是 在玩就是沒生沒息了這樣 然後 其實那時候我很需要鼓勵 可是 就是也發現 其實 自己也蠻不會交朋友的 然後 就兩個月時間 然後那時候就生病了 就是 自己一個還是沒有辦法相信 自己怎麼會生病 然後家人也沒有辦法相信 因為 我的個性就是 了解 小葉的這一段我也經過過 就是比較沒有節目的時候 家人還會打電話來說 小營啊 妳現在是不是走下坡啦 妳是不是要退出演藝圈啦 家人都會跟妳這樣講話 然後妳那時候就是很心痛就想說 那妳們不會安慰我一下 或者是講一點好聽的嘛 但是這可能是他們的關心方式 她也沒有要 自女死地的意思 所以其實 我 我們都常在講 畢業以後才知道 那才是你們要面對的大海 那她也經過她人生的低潮 再回到這個舞台 星光傳奇太好看了 我們看到好多人生的故事 就這幾年 每一個人都這個 我覺得可以說是這個 經過不同的打擊啦 折磨 但是沒關係 妳又亮麗的重返舞台了 謝謝導師 掌聲歡迎岳瑋婷重返星光 百年岳瑋婷 這是後面的樣子 加油 不光了耶 怎麼會這樣 怎麼這樣 怎麼二場呢 怎麼這樣 要等我第二場面對老師 真是用心用喜啊 加油 大家加油 今天 星光的選手 用歌聲唱出了 這些日子以來的點點滴滴 在畢業後 每個人都面臨了不同的壓力 但也因為這些磨練 讓他們都懂得珍惜唱歌的機會 讓他們懂得珍惜唱歌的機會 重返榮 四格賽上半場 12人參賽 三人挑戰失敗 下半場上場的選手 又有什麼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呢 超級星光大道 每周晚宴十點 準時開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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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